美股周二轻微收高 银行股领涨 标普白指数自去年10月低位以来 是涨了接近两成 而投资者正在观望 下周公布的5月通胀数据 以及美联储政策会议结果 月亮美联储可能会暂停加息 美国证交会是起诉了虚拟货币交易公司 就是Coinbase 这母公司股价一度是大跌12% 那图表显示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 33,573点涨了10点 涨幅为百分之 0.03 那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 13,276点涨了46点 涨幅来到了百分之0.36 那另一方面呢 标普白指数是 收报在4,283点涨了10点 涨幅来到了百分之0.23 向前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中央收盘道指是接近平盘状态 而标普白指数则小幅上扬 是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收盘点位 逼近4,300点大关 而纳斯达克指数也是逼近年内高位 我们看一下在标普的11大板块当中 周二主要是以金融板块领涨 那其中又以地区银行板块 再度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标普地区银行指数基金是攀升了近5% 其他板块方面包括消费者非必需品能源和房地产板块 也是录得显著上扬 各公司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苹果公司在周二是收跌0.2% 那么伴随着全球开发者大会的落幕 苹果公司的股价并没有像过去6年那样 在第二天出现股价的上涨 尽管说头戴设备Vision Pro是赚足了眼球 但是投资者是认为售价高昂 可能会让这款新品在短期之内 没有办法对苹果的盈利起到太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英特尔的股价在周二是反弹了3.7% 那么早前苹果宣布将会对 所有的MacBook电脑采用字眼的芯片 是一度让英特尔的股价在周一大跌 那么在周二呢是收复了部分跌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美国正确用交易委员会 近期是密集打击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那即周一起诉币安之后 周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再度宣布起诉 在纳萨克上市的Coinbase称其违规运营 那么公司股价在周二是暴跌12% 其他资产方面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是盖过了沙特减产对国际油价格的提振 那油价在周二收盘时是收跌 布伦特元油跌至每桶76美元 德州青田油跌至72美元 而美元汇率则小幅上扬 0.1%美元指数DXY升至104 最后我们看黄金的价格是上涨了 0.36%至美昂斯 1981美元 富豪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